高雄市民又多了一处可以体验体感科技的地方 市立社教馆在中央和地方的产观学合作之下 成立体感教育学习中心 里面有清明上河图等多项虚拟数位内容 将各领域的学习以体验的方式具体化 即日起开放预约免费体验 带上体感设备进入虚拟实境的清明上河图 按照秦隆皇帝给的指令 到虹桥上买东西完成任务 学生边玩边学觉得很有趣 它就比较立体 然后感觉很真实 可以学习又可以玩 体感科技是以AR扩增实境和VR虚拟实境 以及MR混合实境 互动操控装置为核心 扩大到人体眼耳鼻声 互动感知的创新应用 以软硬体整合导入教育 医疗建筑娱乐和商务等领域应用 也要让我们的市民 对于这样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所以这个场域 其实我们会希望 未来是很多的亲子以及市民 能够来参与 来跟我们一起了解 什么是AR 什么是VR 像类似电影一级玩家 或者是我们在医学的 还有一些科普教育上面的AR VR 这些体感科技的运用 为在社教馆地下一楼的超实践AR VR体验房 是在经济部工业局的前瞻计划支持下设立的 是全国第一座结合产观学打造 提供民众近距离了解体感的体验基地 我们希望把台湾打造成 在未来的新兴科技的时代里头 我们不仅有教育上的最好的品牌 那也有民众在生活上 可以运用的新知的体验 社教馆体感中心起用之后 提供学校企业团体上午预约体验 下午则对外开放给民众预约体验 也有一系列体感内容开发课程 欢迎老师报名参加 共同打造体感学习地图 体感言语重新 在今天正式节拍 港东新闻潘志光 赖昌邦采访报道